最近印巴之间的冲突算是把两国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不过这两国的冲突却让美国人比较担忧 因为印度一再声称 他们的米格21战斗机在空中击落了F16战斗机 这也让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十分伤脑筋 对此由美国监视分析人士发表了一篇 为什么派遣印度古董米格21战机 击落巴基斯坦的F16战斗机的文章 分析在他们眼中的印度空军以及这次F16的事故 从文章当中可以了解到 此次印度声称击落的是2005年巴基斯坦引进的F16Block 52D 而印度空军的米格21是一款更古老的战斗机 据了解印度一共引进了874架米格21 当前已经坠毁了490架 虽然米格21是全球生产最多的战斗机 但也只有在印度才有如此高的坠毁率 另外虽然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对米格21进行过一筹升旗 这其中包括引进西方的雷达 电子设备和与训战武器兼容的系统等等 但这都不足以使米格21能够同F16进行抗衡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表示 组织印度空军声称米格21击落F16就是一笔糊涂账 谁也弄不懂印度空军目前的想法 有趣的是 印度空军现在的战机组成倒是五花八门 当前印度空军的装备有来自苏联和俄罗斯的米格21 已经年轻化的米格27 米格29 苏30MKI 另外还有欧洲的美洲虎 法国的幻影 阵风战机 美国的C130 C17艺术机等等 除此之外 印度还有自己研制的光辉战机 可以说如此复杂而又国际化的印度空军 这不是一般国家的空军所可以驾驭的 而在印度最近的115架战斗机采购当中 美国的F21似乎是没有什么机会了 毕竟这是印度宣称 连米格21都能打下来的战斗机